開貨車直直撞爛分駐所值班台 簡姓男子最後身影獨家曝光 他裸著上身趁亂拔腿狂奔 之後一路跑跑跑跑跑 狂奔1.3公里 最後竟離奇穿越平交道 遭火車撞擊身亡 到過車旁 通報的資訊人士 從路的平交道 撞進警所的簡姓男子 就躺在白色果實布裡 媽媽哀痛認識 悲痛替兒子哭喊 對不起警察 二十九號晚上八點 媽媽聽到兒子大喊一聲 只見他穿著一條內褲 就衝出家門 沒想到竟會偷開貨車 還撞死警察 行車記錄器還原恐怖瞬間 監訊駕駛經過分駐所門口 方向盤往右打滑順轉彎 沒有查撞其他地方 直直衝向警局 明顯就是要撞爆分駐所 不過警方查出今年二月 他就曾到精神科就醫 原本要經過三個月評估 但報告還沒出爐 就開車釀成一死一傷 駕駛生前沒有刑案紀錄 雖然曾經兩度交通違規遭開單 但也時隔已久 況且當時的執法人員 也並非八度分駐所內圓警 說是報復太牽強 殺警動機 眾說紛紜 還得相加調查 才能將事實釐清 還給家屬公道與真相 衝充的方式來送別我們的同仁 那當然這樣的哀痛的事情 我們再次表達遺憾不捨 當然家屬現在的情感 更需要我們給予照顧跟支持 這一點是我們全力在努力的方向 另外社會大眾關心的有關 這一個檢信嫌犯 他的動機跟相關的事情 因為厭血法醫的報告 昨天才剛剛採樣 那我們還需要帶法醫相關的 這個檢驗報告 才能做鞏固市政的一個釐清 這一點也請社會大眾給我們一點時間 我們會全力的來釐清這個案情 以上 謝謝 整個狀況當中 那需要哪些地方是還要在公共的地方 目前是我們跟家屬在互動上 並沒有特別的問題 家屬只是現在情感上的衝擊是比較大的 所以這一點也希望大家能夠給家屬多一點的支持 那也保留一些空間 讓家屬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方式來送別自己的家人 毒品跟酒精的懷疑大概至少需要多一點時間 如果是懷疑的話 我們初步我的行警大隊大隊長給我的說明跟報告 大概是要兩週 但是我們也跟這個相關的單位希望能夠加速來辦理 對 它是分發到我們這邊完成食物訓練 是在去年的12月底完成 所以它是一個已經所謂合格實受正式的一個員警身份 他非常積極認真 而且是一個樂觀 開朗 陽光的男孩 我們深深的表示 非常的遺憾 這麼年輕的生命 就此隕世 也是我們警戒的一個損失 也是社會的一個損失 是的 它是在警專41級受訓的 正在受訓的學員 有一點可以影響到嗎 這部分我們 我想情感上應該是有絕對的影響 但是憧憬的熱忱 我相信家屬以及妹妹應該是還是會維持以往 師務員大學蔡居宗校會意圖 目前屬裡面 非常重視這一塊 也要求 我們做全面性的保檢 那 我們現在對於我們 基隆23個分租派出所 我們也做初步的檢測 也做相關的設計跟規劃 那麼對於八讀所 我們現在已經邪請熱誠支持的金友 來做了一個防撞 防撞的一個這個紐澤西護欄的初步設計 未來會往更理想 更細緻的方向來設置跟這個處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好棒 可以就能下載了等位置 也行 現在進去 先到一個數目 請快어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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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